1970年代,岩水龙造访他阔别已久的蓝羽 并以这里的人和井创造了许多经典画作 与此同时,他却默然发现 小岛上的自然景观正在遭受外力的破坏 1982年,蓝羽的核废料储存厂在政府的墙室座位底下开始运作 在蓝羽的核废料议题尚未掀起反对声浪的时候 岩水龙默默在画室里完成了蓝羽所见 在蓝羽所见当中,落日的余晖映照着波涛汹涌的海面 隐约传达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 相对于远方的汪洋大海 画面左侧的两艘平板舟则显得局促而窘迫 面对海洋上的汹涌浪涛 这两艘小船似乎也象征着传统文化 即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2艘平板舟则显得超级 電子检紧上的汽船 在带补中入山后的汽船 慢慢训练点 噢 扣